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务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第一堂课是我们拉三格林讲师 请大家乐队掌声欢迎 欢迎参加高级班 来请坐 我们来看一段那个 我们官网 昨天 我们官网 来这时间是5月6号 今天早上 出的时报周刊有一段 来直接跳 即将实施驱散 警备人员即将实施驱散 10 9 5 1 部队最值得 前进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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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台湾民政府成立了台湾第一支的黑熊部队 目前编制有180人,三个中队 每一个中队编制有60人 配有六部真防车 黑熊部队成立的最大宗旨是反对暴力与武力 维护台湾人的安全 保障台湾人民的安居乐业 好,不用替他做广告,这个关掉 我们回到第一页 你们看这个 应该 这个是什么 一般人还看不懂 郑报部队在这样子 台湾有哪个民间团体 是这样做的 其实你们如果大家上官网 或者去看周刊的报导里面 他一段是这样讲 2013年,我们跟美国军政府讨论的结果 这支部队出来 所以我们不是自己想要做什么 去产生这样的部队 没有授权,我们不敢在这里做 来讲一个轻松的 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很喜欢看什么 美式足球 美式足球,你们知道 American football 美式足球每次都十几万人 在场上25个对25个对打 有offense team,有defense,有second team 然后再打的 反正那个足球场一结束之后 你知道十几万人 四个人坐一步车也要 也要上万辆车子 你在体育场一结束是怎么样 才几条路全部满 对不对 所以要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指挥交通 大家依序离开那个足球场 我也是跟所有的人一样嘛 就开车 慢慢这样突结突结突结 那我知道有一个intersection junction 有一个交汇口 当然有三线道 但是前面就等很久了 大白天的 那我就车子一直开 开到最后十字路口的时候 你想说中间有大卡车 有那种连接车 到路口的时候我才发现 路中间站了一个 不到160公分的女生 美国白人 在那边指挥交通 Beach Beach Stop 这样子 你就发觉 几万辆车就一个人 在那边指挥交通就好了 你觉得大家听这个交通指挥的警察 为什么要听这个女人 跟她身高无关嘛 对不对 她不用长到高大有力嘛 对不对 大家为什么要听她呢 因为她代表警察的权力嘛 在执行嘛 她不需要高大啊 所以她的后面要有什么 她代表美国警察 就算我找一个AA小支的放在那边 她一样跟180公分200公分的权力是一样的 我叫你车子停 大卡车也得停啊 那我想那边说这个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我在讲说 刚刚那个部队 你们觉得说 噢没有装备 没有枪 没有武器 我讲不用 因为她背后的 给她权力的来源 是美国军事政府 美国军政府啊 所以我们才敢这样做啊 不是我们长得比较高大啊 对不对 也不是人数比较多啊 不需要多啊 我们是代表represent 美国军政府底下的 台湾民事政府 在这边 在这边负责教育训练 在这边负责唤醒台湾人 让你转起来 让台湾人开始 噢 什么叫做法理 什么叫法律 因为过去台湾人都被骗了 你们上初级班最重要 想知道两个观念是什么 初级班两个主要观念是什么 占领不宜专主权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对不对 那高级班就要知道更多 那因为我们现在是透过网路 所以即使是初级班高级班 我们的课程 都也是到某种程度而已 真正更多的细节 你要到那边接受我们 专训 不同州有不同的州训专训 就一集一集上去 等到你分配到正式的职务 还有跟你的职务有关的训练都会有 那我们今天先讲这个部分 台湾政府这么一段时间以来 不断的跟台湾人证明很多事情 包括像这样部队是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我们参加各种各样的 在国际的组织 跟在国际的媒体曝光 这个不是一般台湾的团体 甚至于 国家等级的都不能进去的单位 我们是很容易进去的 请尽快就做 我在上课 随便你讲 台湾的民政委的身份证 可不可以进联合国 可以啊 中华民国身份证 或者护照可不可以进联合国 不可以啊 那就够很清楚嘛 对不对 G7等我们的文章 我们的广告会在那边出现 这对台湾人从来都没有听过的一个单位 因为连中国都没有被邀请的 连俄罗斯也不会被邀请到这个单位 的一个这样的 七大工业国家的会议 让我们在那边发生 这以前台湾人没有想过 只想说我要去弄联合国 人家根本不理你 因为你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谁 台湾人在搞不清楚自己是谁之前 就要人家承认他什么 那是很好笑的事情嘛 好 告急班 我就一步一步再继续讲 It's time for reveal reveal这个字 这是英文单字 以后你们上这边的课 我那时候不是讲过吗 占领不宜转主权 对不对 什么是主权 我跟你讲 主权有很多形式表现出来 其中一个你的语言被改 就是改变你原来的主权 你的政府组织被改掉 就是改变你的主权 大人狼本来不是讲这个语言 我们的官方语是日语 我们是日本人 但是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 居然违防战争法 把我们的国籍 把视若无赌 剥夺掉 你看我们那一段影片 你们上官网来看 Without consensus from United States 这个Chan Kai-shek政权 把台湾人的日本国籍剥夺掉 那这是违反战争法 你已经影响了这个土地上的 原来的主权 原来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你直接 violation 就是违反了这个权利 那改变政府组织 POSE 强租把中华民国的政府 强租在这个土地上也是违反主权 号称实施宪法在台湾 也是违反这个地方的主权 每一行做得到 把台湾抓去做兵也行 我跟你讲 那只有在有主权的国家 才可以对当地的人民增兵 中华民国并没有拥有 这块土地的主权 凭什么成立国防部 凭什么在台湾征兵 哪一件都是违反战争法的行为 那现在已经到高级班 我就直接跟你讲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以前初级班还要给你鼓掌 慢慢给你搁 慢慢给你搁 知道什么叫法理 现在没有直接讲 所以这次叫revealing reveal这个字 英文的意思就是说 本来是一个盒子 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把它打开 叫做reveal 有一个揭开来的意思 revealing it's time 就是说时间到了 reveal 这个事实 based on fact 所以台湾民政府讲的东西 只有这几样 基于fact就是事实 你在法院里面只能讲事实 你不可以讲谎言 不能讲我认为 我的看法 你的观点都不重要 事实拿出来 再来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document 根据历史上的文件 你不要跟我讲宣言 马英雄最近大言不惨 在媒体讲说 我们之所以是因为开落宣言 讲了一大堆宣言 对不对 我讲过 你对101宣言几千几万次 说101是我的 没有用 你要真的说101值500多亿 我钱拿出来买下来 有一个合约上面换 从原来的owner 拥有这个建筑物的主人的名字 换成你的 从此以后才会变成你的 所以有关于国土的买卖 或者交易 或者transfer 都是透过什么 条约 treaty 才可以做这个东西 宣言没有用的 在法律上不成立 因为所有的宣言到最后 还要回到一个终点 就是在treaty上面解决 所有之前的宣言 做一个settlement settlement 就把事情改管 settdown settlement 第三 Abide by the law 要根据国具法理 民政府来这边 就说这三行而已 根据事实 根据历史上的文件 遵守法理 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影片 宣传影片有讲到说 台湾人要 make their own decision 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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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要自己做主 做主的意思 跟民进党 还是国民党 给你割 那是不一样的 做主的法庭 不是这个 我们是在遵守 国际法 战争法底下的选项 也就是合法 就算你要settlement 你不可以说 我决定犯法 没有这样子 不会让你过的 也不是一个选项 self-determination 是要在合法的范围里面 做决定 你的选项 就是只有合法 而已 在合法里面 你可以有几个选项 非法 不用说 不是你的选项 也不让你选 这样知道 来 Long-awaited answer is here 今天高级班的课 我已经把advance到一个地步 就说 直接跟你说 台湾阿呆要怎么走 这几个 第一个 How the civil government deal with the past 对于过去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Who are we Our ethnical identity Formation 我们是福尔摩杀人 这不是中国人来到台湾 就会变福尔摩杀人 不会的 我那时候讲过 台湾这块土地 只有占领者 跟被占领者 对不对 过去 中国人来到台湾都说 你们都是中国人 对吧 对吧 结果这句话不成立 我们当然不成立 自己是中国人 所以这群中国人 就先来换一个讲法 我们也是台湾人 我们叫新台湾人 对不对 日本坏 都是你在玩 你在玩文字游戏 我讲过 被占领者 不会有一天 变成占领者 所以台湾人 不会变成中国人 中国人是代理占领者 台湾人怎么会变成中国人 我们是日本人 怎么会变成另外国籍的人 不会变 被占领者 不会变成占领者 占领者的后代 也永远是被占领者 被占领者后代 永远是被占领者 占领者的后代 永远是占领者 永远是占领者 很清楚 这个difreciation 这种差别 应该搞清楚 然后 特别讲到 我为什么要讲说 Who we are 因为我们是什么这件事情 最基本的 Who you are 这件事情 被confused 了 占领者 为了统治你 所以给你洗脑 洗脑你是中国人 从那里来 结果都不是 对吧 你根本道道道地地的 佛尔摩萨 佛尔摩萨 这个土生 拖四万年 五万年 以前来这里 因为你语言改变 不会让你改变 一人心 什么人 不会改变的 所以你现在 辛苦老的会 就是 你的祖先在这里 印度要给我们摆 不是我们摆 对吧 我们是中国人的祖先 一部分 从台湾去 我们是天皇的殖民 刚才讲的是你的种族 是佛尔摩萨人 但是你的国籍 我告诉你 我没说你不是台湾人 你是台湾人 但是你的国籍是什么 你要讲清楚 你讲不出来嘛 对不对 现在民政府透过法理 告诉你 你的法律上 你不是台湾人 你的定义力 就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就这么简单 That's it simple clear well defined 这改不了的 没有人可以改你 再来 那为什么现在是这种情况 是因为我们是 occupied territory 所以前一阵子 媒体在访问我的时候 我说 台湾这块土地 有几种人 我问你们 很多人说 有喉嚨人 有客人 有什么人 都不是 都是被占领者 这些人 分成这么多类似 占领者 为了统治你 方便 把你分成很多小区块 让你们之间 互相去 搭来搭去 他比较好统治你 因为他本来人少 你很大块 他怎么统治你 把你切成小块 他比较好对付 就这么简单 所以久而久 这台湾人 在想自己 我是我的客人 我是什么人 过去都不是 都是被占领者 我的身份 你才知道 人是怎么对台湾 我们过去 台湾人 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每一次 政治人物 选出来以后 都背叛台湾 对不 我一次做的事情 都是在 找台湾这个土地 为什么行李人 做什么 最后垃圾 本所都留在台湾 有毒的东西 留给下一代 因为他们的心 不是这块土地上的人 不会为了这块土地想 不会把这个土地想 这如果是我们家 怎么会把本所 本在我们家里面 不会啊 你手都不符 还会把他交代 就是你不是台湾人 你对这块土地没有连接 没有爱心 不喜欢这块土地 想干钱捞一捞就要移民 到下一个点去 这群中国流亡难民 带来的文化就是这样子 真的啊 跟土地没有结合 他永远在漂流啊 他们到最后回到中国很快乐啊 他没有回家的感觉 你赶快回去 这不是你的地方 很清楚嘛 从他所做 我们听其言观其行就是这样子 同样嘛 你现在来的民进党也是同样 你不要冤枉就是台湾人 你不要冤枉就是台湾人 最近又去压棋了 又去升旗典礼了 他们的造法是什么 继续保留中华民国在台湾 对不对 因为你是在中华民国的体系下 宣誓当总统的嘛 没错吧 他只是现在民进党想干嘛 re-define 重新定义中华民国 怎么定义 就按照以前他们那一套 说中华民国在台湾 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 他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就是这样 他要让中华民国就地合法化 就是让这个本地是占领者 那个以前他灭掉的国家 在台湾死灰忽燃 你知道吗 独立的内心 但是用中华民国的壳这样来弄 第三个 中华民国要怎么处理 这不是我们的事 不是台湾民政府的事 也不是台湾人的事 因为我们是被占领地区的百姓 我们要求的justice跟fairness 就跟我们宣传片一样 我们要公平 什么公平 知道我们应该deserved 应该获得的法律地位还给我 我没有要去对付他 那是你的事啊 那是美国人叫ROC来台湾 把我们照顾的 你明明知道他做错事情 可是你没有stop 你明明知道他在台湾征兵 美国你是主要占领全国 却没有把他停止 让他继续犯罪下去 你现在知道 因为我们在法院 已经把这件事情告出来了 照理说你应该马上 这个犯罪行为马上停止 已经很多年了 我们就看美国是一步一步在做 但你要从另外一角度讲 他有大战略 不能说 说换就换 但是我们一直不断的诉求 这也是我们的right 这是我们的基本权利 告诉美国不可以了 stop 赶快让台湾人 恢复他该有的身份地位 那法院的人想说 明明知道 最近我有个机会跟一个 算是国外留学回来的 我跟他讲这一套之后 他就悠悠丑丑的走开了 他不是听不懂 他很聪明 他听过那个法理 你们上网去打 YouTube里面有一个 台湾法律地位研究 他就连续四级 你一看就把台湾地位讲得清清楚楚 他也看懂 可是他悠悠丑丑走开了 为什么 因为他在家里面 跟现代的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黑金体系 瓜瓜 虽然是台湾人 但是在扣中华民国这个黑金体系 夹钱 他担心如果他加入政府之后 他现有的那些好处马上不见 你知道吗 所以中华民国就是用这个 把台湾人控制 用钱 所以大部分来这边的 基本上 是跟这个体系 挂钩千年不大的人 会来 比如说我是自营的公司 做行李的 没什么关系 但是大部分人都有关系 比如说军工教那些 你马上去马上就受影响 他担心 但是我们民政务的成员 没有一个受到影响 包括我在学校教书也是一样 没有啊 没有受到影响 你们想太多了 因为我们的身份一拿出来之后 他不敢对我们 做超过法定范围以外的事情 你知道吗 所以台湾人应该不要害怕 大胆的 当你面对你真正的身份 要站出来 勇敢的站出来 大胆划帅 说我就是什么人 你不要再给我骗了 你这个人 快给我离开台湾 不然你就不能再英勇台湾了 我刚才讲到这个 ROC Exile 这个不是我们处理 我们可以诉求 美国要怎么完中华民国 那是美国的事 但是台湾的right 不可以被剥夺 也不可以被侵犯 我们被占领地的百姓 由于我们基本的权利 你就要把我们照顾 可能跟你讨论中华民国太累了 民进党也不是我们对话的对象 他们的对话对象是AIT 美国在台协会 他们的对话对象上面是国务院 我们上面是美国军事政府 上面是国防部 直属国防部 再上去就是美国总统 直接下命令 这样知道了吗 我们是不同体系的 我们一旦跟你讲 我们是被占领者 你是占领者 只要这样说 我们就把整个状态 拉回到战争法底下 这个很重要 你必须要首先要承认 我是被占领者 你如果不承认这件事 自己无关 他的好处也不会用在你身上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申请 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 就是证明你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跟他的后代 也就是说你是被占领地的百姓 所以你才可以享受 所有被占领 不要说享受 你才可以得到应有的保护 你知道吗 我们走到法律里面 他就不能怎么样 这要很清楚 你只要你先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是用武力 用暴力来推翻 没有啊 我们不是从下而上的组织 我们从上而下的组织 再想一次 因为台湾人就会说 你现在没几个人 错了 跟几个人没关系 跟我们的法律地位清清楚楚有关系 这家事不是你的 跟你的人有没有造势有没有关系 不会啊 不是你的人多就贏了 道理讲得对才是赢 在法院里面 你道理要讲得正确你就赢 法官不会说 你来这边 跟欧援加油的人比较多 所以判你赢 不会啊 是法理讲得清楚 讲得正确的人赢 当然你不能再看世面 因为这个时候 已经不是看世面来解决了 很多事情在还没有发生之前 你透过法理 就已经知道答案的事情 你要马上做 再来 How Taiwan civil government deal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目前情况怎么样 我们就做几件事情 Lowsuit against USA United States跟ROC 我们告 我们在法院上提告 过去 所有有关于台湾论述的东西 因为你只知道中文 所以你在中文世界里面 你被混淆了 对不对 你能看到的就是媒体 你有看这几个大报 什么中国联合 自由时报 可是这几个都是执政者 要跟你骗的事情 中国人说的最实在 媒体是党的喉舌 最近某某习大就讲 媒体的名字 媒体姓党 对不对 他就生了 他的生姓党 就是党在操作媒体 他就是propaganda 就是宣传机构 在宣传他的理念 在confuse所有的人 所以你在中文世界里面 基本上你就是out 因为你得到非常有限的资讯 好在来的民政后 另外一套给你 所以一旦到法院 媒体可以操作 但是到法院就不是可以操作 法院喔 法院你操作看看 看最后你是 是给自己扣分还是加分 在法院只能陈述事实 逻辑推理 只有这样子 然后是非在那边争辩 法官做裁决 双方把他的最有力的证据 跟陈述拿出来 再来做对比 法官做裁决 法官做裁决 一样嘛 台湾民政后到现在 能够在上市最高法院 你若是假的老早就要out 没有下一步的机会 下次再裁决 就不是这个东西了 下次再裁决 就是定生死 最近 离我们这一次很近的 就是南海案会出来 我们就看他的结果 会是怎么样 南海案之前 居然 在中华民国 莫名其妙一堆人坐着飞机 跑到太平党上面去宣誓什么 这个土地从来就不是你的 你们这些退休 所谓的大佬们去那边干嘛 我不晓得 美国看在眼里 他不知道会做什么事情 persuasion means to achieve our goal persuasion就是说服 在这个事情 还没有完全 喊起进行 我们是透过演讲 在跟所有台湾人 在说服 persuasion 不是by force 之后会by force 因为一旦宣布就是宣布啦 但在之前 我们会好好的跟台湾人讲 因为一旦法院判决 就是一番两等元 中华民国都不是台湾街 所在的合法政府 还是流氓政府 法院一宣判出来就结束 如果中华民国发给台湾人的身份 非法 无效 也就掀开来了 事情就马上解决了 中华民国护照不能出国 就先出来了 就是法院上判决都出来了 都出来了 那时候台湾人没有 那时候再来 赶到 台湾民政府的各个代表处 去办旅行证件吗 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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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solution from without 台湾民政府解决的 不光是在岛内 自己解决 同时透过外界回来 我们证明给台湾人看的通话 不仅在法理上 对内对台湾人的宣传 从外面也进来 透过我们参加国际的这些 比如说到美国去法院告 这就是国际的 对不对 有权威对台湾这个土地 有发言权的只有一个国家 就是美国 你有听过对台湾未来 有其他国家有意见吗 他只能说他的诉求 他的看法 他的宣称 但最后还是美国要点头 实际上也是这样子 那G7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但是我现在暂时不要把这部分的事情 对台湾人讲太多 G7我们有个宣传片 在我们官网都给大家看 我们也有一些article 在上面写得很清楚 说台湾人需要被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就是我们过去被excluded 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以外 现在希望我们进入国际社会 你要进入国际社会 你要进入国际社会 你要有ID identification 你的身份是什么 你才可以进去 对不对 比如说人家办一个party 你要进来说我要进去 他们说你是谁 你有没有邀请函 当你拿出邀请函 你就是somebody 你要是somebody才可以进来 你是nobody就是out 警卫会把你挡在门外面 就像我们过去敲六次门 人家说这party is not for you 你根本不是一个nation 不想有国家该有的权利 所以你根本没有资格进入联合国 但是台湾民政府就不一样 我们是有国的对不对 我们只是被占领地的百姓而已 在法律上我们叫 United States Nationals 被看世为一世 实际上我们的身份是 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我们的身份不会因为 在南京政府 中国的政府的宣称 或下一道命令 你一个国家的国籍就不见了 对不对 会不会这样子 不会嘛 中国人在这边宣问说 我们全部消除掉日本人的国籍 可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啊 这不是你的国家 你凭什么一个行政命令就可以解决了 没有嘛 所以在法院的观点来看 台湾民的大日本帝国国籍 没有不见 因为没有这种行为产生 比如说日本天皇没有下一道命令 从此以后 我不认台湾人当我的子民 不啊 只要天皇存在 现在大日本帝国就存在 天皇没有下招书 没有下命令把台湾的这个 民治宪法拿走啊 有吗 没有啊 如果说有这样的话 他应该要补办手续啊 都没有啊 就表示还是在那个状态底下 在你没有新的 我这样讲好了 在你没有办理手续之前 你原来的身份 就是你原来的身份 对不对 比如说你已经是已婚了啊 你跟你的母亲还是丈夫 是已婚状态 在法律上有一个证明 那你说我现在跟他分开了 不算啊 法律上还在啊 你要有一个手续才宣告才真正离开嘛 但是before你做这个签名 法院认之前 都是夫妻关系啊 发生什么事 都夫妻一直要起夫责啊 不会说啊 我现在已经跟他分居 没有住在一起 不是 不是按照行为 是按照法律上的认定嘛 趕快嘛 台湾人的身份 没有因为另外一个 莫名其妙的外国 把你拿掉你就拿掉 你现在不是夫妻了 错了 我还是夫妻 我跟日本天皇 还是这种重属关系啊 不会改变啊 虽然我被美国占领 它统治你的 是另外一个势力 但是不代表是我的身份改变啊 大家知道了齁 其实这是很简单的法律 可是台湾人们办 好TCC 所以最大的诈骗集团 真的是中华民国 中国你如果要抓 把整个中华民国都抓走好吗 这次政府今天白白去 那也好抓啦 跑到太平岛 也顺便抓过去 对不对 我们欢迎 中国公安 在台湾外号等着 我们把人就送上船 又载走 我们真的很欢迎 那些犯罪的人都留在中国 不用来台湾 好TCC 泛太平洋合作的经济区块 那这个比较远 我现在不讲那么多 provide a stable government 台湾民政委一出来 就是一个 stable government 为什么 我们属于军事单位底下的民事政府 跟他过去 为什么unstable 就是因为人民 选出来的人都有问题 因为他在中华民国体系里面 金钱跟政治互相挂钩 他把台湾围起来 每个人都要当台湾的买办 中国买办到台湾变台湾买办 就是外国的 比如说美军占领 连一个美租要进来 都要跟你台湾的买办谈条件 你看这不是很好笑吗 我不要讲太多了 provide a stable in government 这其实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当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 我们是在跟美国讲话 United States, State Department This is what we are and who we are what we going to do capitalism optimization 我们会把资本主义做到 非常彻底 不是晚一半 不像中国叫晚一半 表面上说自由市场 根本就不是 政府在掌控这个 美其名叫计划型经济 美其名叫保护他的国内产业 其实他做的每个事情 都是barrier 他在建构贸易障碍 为了要维持他里面的那些 特权分子的利益 在未来的经济贸易底下 这个是要排除的 TPP 里下就是最 advanced 最先进的贸易方式 不讲太多 这张图比较好看的原因是 这个是 差不多1920年30年代 同一条街 把两个照片 同一个地方 一个是五六十年以前去买 到现在去买 到做会 给你们看 同一个地点 建筑物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们怎么deal with past 就是说我们怎么deal with past 对于ROC in exile 就是台湾中华民国流氓政府 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 所以你们 回到你该待的位置 你是流氓政府 你就不要在那边招摇撞骗 你是流氓政府 就跟印度流氓政府 西藏流氓政府在印度得兰沙拉 是不是坏一块地方 给他住进去 对不对 你要选举是 你流氓政府的那些人在选举 对不对 印度人不会去选 你们就在你们地方 过你们的日子就好了 跟我们无关嘛 那一样 中华民国流氓政府 回到他该有的位置 不要骑到我们头上 你们没有资格在我们上面 我们上面应该就是 美国军事政府直接管辖 就算带领 你也不要在那边叫中华民国 所以回到一样的概念 台湾最爱土地只有两种人 就是占领者跟被占领者 下来就是 占领可以占多久 我上次讲过 可以占多久 70年了 不止了 占领者要占永远也可以 就像观达那么万一样 99年 再加99年 再加99年 永远 因为占领者希望永远占下去 那是占领者的高兴 没有人规定他 也没有人可以强迫他离开 除非是另外更强的人进来 现在美国最强 谁能够强迫 美国一定要离开 没有啊 战争法里没有规定说 他什么时候要走啊 他如果不去走 要怎么办 你也没办法 燙得怎样 还是一样 你就继续被他占领 但是你不要觉得被占领不好啊 对台湾人来说 被占领是很好的 第一个你不用当兵 你不用买武器 你不用凉水啊 你知道吗 被占领地的百姓有这么多好处 台湾人都不知道 你怎么这样 建筑跟说要去交税 去替中华民国做兵 那像台湾人这种傻人 傻到买买钱才能做出来 台湾人真的很笨 为了眼前的利益 牺牲掉 整盆都让人都不知道 替哪算钱 就是人家把你卖掉 你还坐在人家 囚犯的奴隶的车子上面 那边算钱 因为他五块钱给你嘛 一直算来算去 结果是坐在被出卖的那条车子上面 答案是可以Forever 看他高兴 他不要就不要 他要就继续下去 那台湾你觉得他会不要吗 不会啊 至少在你我这个Generation 可见的未来他不会放弃掉 为什么太重要了 在全球战略位置里面 这很重要 但是我们现在只是希望 要求美国按照法律来执行 这种占领 不要在那边玩花样 现在问题出来了 他用代理占领者来避开 你记得刚刚那一段影片吗 蒋介石剥夺台湾人民的国籍 没有美国的同意之下做的事情 这句话很有意思 美国你是没有同意喔 可是你知道啊 难道你不应该制止吗 因为你有责任啊 所以我们为什么讲旧金山合约 是否今天还是有效 就是首先从法律一步一步 把美国给逼出来 让他承认 他就是旧金山合约里面 这个主要占领全国 你如果这个身份一承认 你就有责任喔 你若是这个女儿的老婆 你就有抚养他的责任耶 在法律上就这样啊 你让你跑不掉了 你就是每个月薪水里面 扣到一两万就要给这个小孩子 法律上的责任 过去就想说 所以在美国的法院 他也讲 The Lost Treaty 好像被遗忘的条约一样 没有得遗忘 我们现在remind you in the court in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在美国的法院里面 提醒美国有这条条约 然后这条条约 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 跟美国最近在亚洲的局势 有很大关系 旧金山合约跟整个亚洲地区 有很大关系 包括南海 包括北方四岛 包括沃尔沃钓鱼台 包括所有的东西啊 因为旧金山合约是来处理二战之后 有关于大日本帝国土地的问题 都没有好好的面对它 那中国跟俄罗斯就是上下其手 因为你不要承认嘛 你不要把它诉诸于公开嘛 所以他们就以你的模棱两可 ambiguity 来玩它的手法 这样知道 来 当然我们喔 台湾民政党的策略就是 我们是被占领你的百姓 那有占领者 你怎么保护你自己 我们不可能站在 当你被占领的时候 你要想办法求生嘛 对吧 是不是 台湾人过去 当那中国的军队进来的时候 他要求生存 所以中国人给你骗说 不然这样啦 你们都来做中国人 我们都当战胜国好不好 所以台湾人为了 比较好过一次 好 我都来做中国人 就一声死了 你中国人做兵 你中国人减水 你中国人说中文 讲北京话 不准再讲台语 对吧 不准再讲日语嘛 你要做中国人啊 这样台湾人很好就好 没想到七十年三呆 活在政治炼狱底下 这是美国法院的法官讲的 Bronk在他statement 在上次的诉讼案里面讲 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底下 你知道什么是炼狱吗 你们有知道吗 炼狱是什么 煎狼不是 炼狱比那个很可怕 炼狱呢 英文叫Pertigree 炼狱是什么 没人知道 我解释一下炼狱是什么 其实它是天主教的一个名词 因为台湾人过去 让中国、宗教教都不知道 什么 带他、带他、知道 其实在天主教有个概念 叫做Pertigree 就是天堂上不去 地狱也下不去的地方 可是 你知道吗 其实在炼狱底下的人 其实是 还不错 为什么 虽然很痛苦 可是他确认 他是被上帝所拣选的 才会到炼狱 意思是说 你要上天堂 你的资格还不够 所以你到炼狱里面去炼一下 炼得有狗狗才起来 但是不会下地狱 现在知道意思了吗 所以台湾人如果生活在政治炼狱底下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 很可怜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上 还不错 因为你确定会得救 但不一定是你这一代 你头脑不清楚 你一样是 你看过去不知道台湾 台湾人 民进户去待法理死掉的人 是不是很可怜 告诉我 是不是 是耶 很慘 想说自己是中国人死的 台湾人很多 是不是 想说自己是中华民国人死掉 自己的身份不明不白 就死的不明不白 那就是台湾人 过去死去的台湾人 现在法理出来 台湾人还是选择死的不明不白 还是选择一个死的错误的身份去死掉 你死的时候拿什么东西来证明你是谁 你还是拿中华民国身份证去登记死亡证明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跟你讲 人在死以前 要搞清楚自己是谁才去死 死得清清楚楚 我们都会死 每一个人都会死 只是你在死以前 要搞清楚自己是谁 那不是 人的派人要给你台湾人 就说 抱上名来 这个强盗才会把你杀 至少说个名 有名有姓 每个人说不出来 台湾的名字 叫做FOMOSAN 我们的国籍叫大日本帝国 是大臣民 你知道吗 我们是被占领地 这不表示我们连 自己的身份都要放弃掉 没有耶 国籍 在世界上 你不可以任何随便剥夺另外一个人的国籍 这是基本人权 现在我对台湾人讲出这么诚实 这么诚恳的话 台湾人应该就要接受 我跟你讲事实 如果没赢没赢的话 你来挑战 你可以跟我辩论 跟我阿挙说 不是这样 中华民国才是 你证明 我就证明了 因为我就证明很清楚 所以被占领者 要对占领者说什么 研究他 当有人比你强的时候 你一定要研究他 你才知道 怎么在他的强势底下 得到 你可以得到的保护 对不对 不会跪逃 所以我们就要证明 占领才要爱谁 土地资源人民占领管理 就这几个人 跑不去 他花那么多钱 打败你的目的就是要这些东西 那问题是 这里面也有一个叫管理 他占领你之后 他不想花太多力气 就像你买一家公司 买了几千人的公司 我还要我再下去管理 我很疼 最好是怎么办 有些很好的管理员 我只出钱 到时候每年就进账 回收到我口袋里 这样就好了 我还要自己花力气 是空 就比较空 对不对 所以他就找了一个代理占领者 对不对 就叫 不然这样 这边的生意就交给你中华民工 来给你代理占领 我刚才讲 占领者他要离开占领地的条件 是无限期 对不对 那请问你代理占领者 有没有期限 代理者有没有期限 占领者没有期限 但是代理者有没有期限 有没有 也没有啊 你告诉我什么是期限 归你 哪一条法律有规定说 代理占领只能有多少年 但是它是有期限 只是不是时间上的期限 叫做条件式的期限 条件符合的时候 它可以一起做下去 比如说我是好的经理人才 我每天每年帮老闆贪 几十亿 他会不会一直留着我干下去 会啊 他会让你干到老干到死 因为你太厉害了 我希望你一直做下去 所以他说条件是 但是如果你这个经理人 哀哀乱走 比如说啦 坚守制造 做行李 老闆贪一百块 你把我放在二十块 放在那里 你就完蛋了 我会让你马上走路 对不对 对不对 还是说你在公司经营的时候 给我欺压我的员工 病在里面管理都管理不好 乱七八糟 我也会让你的经理人走路 对不对 因为会影响到民生 劳工局来管理 你怎么欺负劳工 就病毒车被人被告 因为他是owner 对不对 还有第三个情况 这个经理人 虽然拿到这边 想办法你整个公司吃掉 对不对 这就是条件式的 事情 对不对 你要离开 现在中华民国就干了这三件事情 现在是武器 选择乱走 坚守自盗 欺压台湾人 做不该做的 增兵 抽税 都是违反战争法 改变台湾人的语言 很多啊 对不对 跟你用克纲教育 完全中国一头 把所有人都洗脑 已经违反战争法了 到时候会告战争罪 美国你会盖着 你不能说我不知道 你现在知道 第三个 他根本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要把你吃起來 現在又求一項台灣人跟他一樣 台灣人自己出賣自己這個土地 台灣人跟中國人合作會 台灣人在想跟中國人合作會 是不是?是啊 唉,很可憐耶台灣人 又回到這個部落戰爭 這樣會記嗎? Who you are? 為什麼要講這個? 就是說你是殺人,殺人是你的敵人 現在收台要開始喔 這是什麼?部落戰爭 部落戰爭要收台 要收台進行要做什麼事情? 你是那邊還是這邊,你講清楚 對,我不知道,沒有什麼事情 要收台這樣 那個部落的人是戴紅袋子 這個部落是戴黑袋子 你要戴什麼袋子? 你就做個決定 不要到時候剛開始台那時候 你幫我浪江 不要來這一套 現在戰爭要開始 一樣,我們在這邊宣傳法理 就告訴台灣人你到底選哪一邊站 你是要做中國人還是要做 沒有什麼台灣人喔 沒有台灣人的選項喔 你是要做中國人還是要做 大日本敵國會成名 只有兩個選項 只有兩個選項 那我誰都不要做 沒有什麼事情 要收台進行沒有什麼你 什麼都可以不要做的 Either or 選這個要不要選那個 你知道嗎? 部落戰爭要開始啊 現在中國跟美國要爬 美國要去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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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要在哪一邊 五人才能站在中國那邊 親愛看也知道 台灣人不知道耶 真的 想說 如果台灣獨立 我跟誰都沒有關係 傻瓜 還有整個世界的局勢 啟示讓你這個小 我跟你講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很多的小國家都宣布獨立 對不對? 脫離殖民地 覺得很痛苦 結果他們更痛苦耶 為什麼? 你獨立之後才做 像菲律賓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你國家有因為你獨立 變得強盛起來嗎? 沒有耶 沒有耶 非洲那個國家現在更糟糕了耶 改由那個 那個 WAR LAW 就是那個戰 有點像酋長 那種軍閥 就把那個人民就抓住 人民不是很可憐嗎? 沒有犯事 那外國的那個捐款 都送到非洲去 結果那個錢 又跑到他們的那個 軍方的單位都要拿手中 又把他換成錢 再去買他的武器 繼續欺壓他的百姓 當你決定要做自己之後 所以下場是這個耶 我們這麼小的台灣 這個部落 還想說要做自己嗎? 門都沒有 但是你在大日本帝國之下 你有這個身分 你已經受到保護了 因為你有國籍 懂嗎? 這個國籍是保護到你喔 因為一旦國籍 就按照國際法來處理 跟國籍有關的事情 你是哪一國的 就受到他的保護啊 更何況你現在選的 這是日本 是世界的強國耶 但人們互相說要自己 你如果台灣宣布獨立 你要當兵 就像蔡英文講 我們要開始做潛艇 我們要開始擁有自己的 那意思是什麼? 你要從事軍事 你要花多少錢去搞軍事 才可以讓台灣 真的能夠在這邊成為一個力量 那幾隊都要來 當然不要跟台灣人出來 台灣人說喔 不要做這種事情喔 來 所以我們兩個主軸 台灣歷史關鍵的兩個軸 被我們台灣民進政府抓出來 一個是事實跟Facts 這個上過我的課 有關於台灣人歷什麼毀 DNA嘛 對不對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人類歷史故事 是記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不是用騙的喔 不是用教科書喔 不是用背的喔 是科學證據嘛 對不對 但是呢 至於你是什麼國籍的人 這是另外一回事 那要按照什麼 按照法律 在國際法的定義底下 你是哪一國的人啊 一個人的國籍不能隨便被剝奪 或者被拿取得 你要取得要對方國家的同意 比如說台灣人很想要當美國人 對不對 美國人不同意你又怎麼樣 你有這個選項嗎 台灣人有一個選項說 我可以選擇 要當美國人嗎 美國要先同意耶 那個 哈囉 可不可以幫我開一下冷氣 現在好像只是送風 是不是 溫度不適合 謝謝喔 來 然後接下去是law and logic 我們用的只是法理嘛 跟邏輯嘛 就邏輯 所以來賓進去跟你們講 只有幾件事情 歷史上的事實 科學的證據 及的推理 就是沒有在訴求什麼 情感上的事情 來 再回到我們基本上這個圖 我這個圖 差不多四年前就做出來 一直跟台灣人講 台灣的歷史 他是為了針對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對你posing super pose 在台灣人身上的 洗腦式的史觀 來做一個修正 不是修正 整個給你翻過來 第一個 四萬年前 我們的祖先就來這邊 接下去大渡王國 所以後來有日本西班牙 荷蘭大清帝國 來當殖民地 其實看我們的官網上面 我們那個publication 我們那個宣傳影片裡面 就已經提到這個 台灣歷史來被不同國家統治 可是這叫做統治 可是有一個東西不一樣 這個統治之後 最大的殖民者換成 跟我們結婚了 大日本帝國憲法 1945年4月1號實施在台灣 這叫什麼意思 就是結婚的動作 結婚就是從此以後 我們效忠日本天皇 換取他對你的保護 從此以後 台灣人獲著大日本帝國的國籍 我們可以有參員 中原到日本議會參加他們的事務 我們台灣人的兵變成台灣軍 大日本帝國的台灣軍 所以你才正式去效忠 pailage to a nation 像你當美國 你只有美國人才當國兵 所以美國現在說 你如果願意來當美國人 很簡單你去從軍 我就馬上給你美國的身份 就這樣 傭兵是另外一回事 我們來講 所以 真正這叫做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你一旦結婚就是已婚 你不會變成未婚狀態 你結過婚 已婚 這叫做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是這樣子 那之所以現在的中華民國流行政府 系統在這上面 那就是美國比較夭壽 因為過去的美國認為日本是他的敵人 所以一旦他佔領這個地方 都不喜歡這個敵人再強大起來 那他只有一個目的 希望這個敵人不發生作用 他原來日本的體系很強的 包括現在的日本 你看 第二艘航空母機馬上就下去 初運號第二艘又出來了 很快啊 對日本來講 製造武器是很快的 因為那個系統都在那邊 日本的潛艇每一次 兩年就處於你知道嗎 你車子有開兩年就休息了嗎 沒有吧 兩年就處於什麼意思 就擺在那邊不動的意思 美國一樣啊 聽說美國不是十艘航母 也不是十一艘 是Double啊 福特號接下去每一年會出新的啊 接續下去啊 那這是一些 information 給大家做參考 所以現在就是這樣啦 你看看 支那人在大... 欸 我們是這個 我們的頭 已經裝了 回覆大日本帝國 這個頭是支那腦 那就是現在的台灣人 你明明是被佔領你的百姓 對不對 那些要occupied territory的civilian civilian就是你的人民 可是你的腦袋 因為長時間被這個occupier 而且還不是main occupier 而是一個proxy proxy就是代理佔領者 以違法的手段 違反戰爭法的手段 改變人台灣人的歷史觀 改變人的認同感 改變台灣人的語言 這都違反戰爭法 因為這改變主權 所以把台灣人洗到一頓 支那腦的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我們的身份 為什麼我還留這個 因為台灣人的身份沒有改變 你不會因為陳怡的一指行政命令 你不會因為南京政府下的命令 叫陳怡去改變台灣的國際 台灣的國際就不見了 不會的 還在 只是你那個腦袋完蛋了 叫洗腦 叫騙了 被這個詐騙集團騙了 我們在這邊上課 這個就是幫助你從這詐騙集團的騙數裡面走出來 那用什麼方法讓你從詐騙集團裡面走出來 用事實 用法庭上的訴訟 你只要離開法庭 他可以繼續騙你 對不對 因為沒有人可以證明媒體是真的還是假的 但是你拿到法庭 法院裡面 就沒有跟你開玩笑 你可以拿假的東西到法庭來試試看 你等著被告 你等著被判刑 對不對 但是你一旦到美國法院去告 去訴訟的時候 這就是完真的 我管你過去用怎麼樣對台灣人的心 一旦到美國的法庭 你要宣誓 你講的都是 Nothing but the truth 除了真實的事情以外 其他都不能亂講 所以 那時候中華民國在那邊答辯的時候 講話也很好笑 我們改變台灣人國際 台灣人也沒有反對 也沒有抗議 你懂我意思嗎 這表示什麼 他知道他錯了 只是說我給他騙一支他 沒抗議 那這什麼話 那就是你已經認錯了 是不是 在法院上的答辯會講這種話 就很好笑了 代表中華民國出來的意思是什麼 在法院上 我們當初想說 我們如果告中華民國 他到底會不會出來 果然出來了 代表是中華民國外交部 很有意思 我跟你講 這就值得你們去study 這個我只帶到一點點 我不想講太多 但是他們是 的確中華民國有個代表出來答辯 很奇怪 你如果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居然在美國的core裡面 地方法院裡面接受 答辯 然後 然後講那些五四三的 我們改他的時候 他沒有抗議 表示你做的是錯的 可是他沒有抗議 就好像那些強暴犯 犯罪的時候 那女的也沒有反抗 這並不表示你就沒有罪 這並不表示沒有罪 當部落被打敗的時候 也就是部落的歷史故事消失的時候 台灣的歷史故事消失的時候 就是你去接受 你去奧政拜之後 你知道嗎 教理說不可以 中華民國開始 把他們的中華民國 編一套歷史 就掛在我們身上 相對佔領者強講他自身的故事 透過什麼方法 公務人員特考 什麼考試全部 都是要你背他中華民國歷史 對不對 小學從小學初中高中 全部背他歷史對不對 我告訴你 這每一樣都是違反戰爭法 我跟你講以後等著被告 所有執行中華民國歷史 在那邊強租在台灣人 小孩子身上的 那是種族滅絕的一部分 我之前在初級辦的時候 有講到這一段 What's the definition of genocide 在1961年的時候 猶太人因為他們被大屠殺之後 他們特別在注重這個人權方面 其中一個什麼叫做種族屠殺 種族屠殺裡面有一個項目 其中一個就是把你的小孩子 送給對方的教育系統裡面 接受教育 這就是台灣人現在所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們的小孩子都不知道 他自己是誰 以為自己是中國人 這是最嚴重的事情 一直在進行 這個genocide的行為一直進行 而且大量中國人一次被你染 占領者跟被占領混在一起 讓你混淆你自己到底是誰 而且Dilute就是把你套到 那叫Dilute是要怎麼講 西式 Dilute 西式調 就像中國對西藏人做的事情 大量中國人進到西藏 跟你混 跟你染 染到最後西藏人就沒有認同 所以達賴喇嘛 海西苗 逃照 離開中國的原因是什麼 要留他的種 懂嗎 要留他的種 再來西藏人就會從中國歷史上消失 就算留種 那一樣 他們現在對台灣做法 在法理上沒辦法吃你 他就用人數上面把你改變了 大量為什麼這麼多年 這個薪水永遠上不來 特別在馬上台之後 因為他想辦法讓你的薪資一直 維持低 落到什麼程度 中國比較強為止 這樣子比較好把你吃下來 你很自然就去那邊 因為整個社會結構裡面 大部分都是A咖 百分之90%都是這種資源回收人 recycle man 資源回收人就是利用食物 給他贏他就會去的人 他每天只管吃穿喝 他對是非對錯誰都沒差 奴隸就是奴隸 奴隸沒有史官 他也沒有繼承 他跟徒弟也不結合 懂嗎 所以奴隸 奴隸只要薪水高 他就去上海工作 奴隸薪水高 他就去深居工作 跟台灣哪裡都一樣 美國給他機會 他也去美國 這些人就是在全世界的 支援回收人 每個國家都可以拿來使用的人 但是我們不是 我們把你找出來 是幫你裝頭 你有認同跟你效忠的對象 就是效忠這塊土地 效忠日本天皇 你的identity出來之後 你才知道為了什麼死 你細一準 你至少知道自己叫什麼名字 是誰 來 就這幾個 台灣人啊 不要為了一口收飯 把你們做公、做媽都出賣 現在就是喔 一定民進黨一定 你號稱台灣人 你就是整個 一塊錢飯 把你們做公、做媽都賣掉 想說中國人是在做生 跑去那裡尋根 笑死人 來 一個ethnic identity by blood 有沒有 nationality identity by law 第三個 初級班只講 前面兩個我講第三個 group identity by interest 在戰爭 部落戰爭開始要打 你到底是 你的identity是什麼 就我剛剛講嘛 你要戴紅袋子 還戴黑袋子 你屬於哪一個group 你要站隊邊喔 現在 很明顯的態勢 美中一定會打 台灣人你要站在那邊 你要搞清楚 你不要站錯邊喔 現在台灣島上 中國人就跑去降太平島 替中國人在先戰 他有那種化 太平島的避宜耶 他是在執行中國 對他的命令跟任務耶 包括你這個 漁船去那個夜市 你不要有什麼 行政院長多好心 沒有啦 他們在玩什麼東西 台灣人看不見 還護魚 護個頭啊 這就是大日本帝國的一部分 護什麼魚 日本人你也搞不清楚 台灣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上面實際上 代表台灣在跟你鬧 跟你翻的這些人 就是中國在台灣的流氓政府 代表中國在執行任務的人 他拿著台灣的殼 推到最前面去跟你打 用你的毛弓 攻你的盾 日本人有說什麼 派一個代表來台灣 跟我們的蔡英文在那邊 派一個代表來台灣 討論什麼 低調處理漁業問題 我不曉得他們什麼 第二 但是很快 你日本要搞清楚 到底要跟誰第二 我們才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要跟我們第二才對 很快啦 這個在可 Foreseeable future Empire of Japan Greater Japanese Empire 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 這是日本 日文 大日本帝國 那我們這group identity 就是在TPP架構的以下 包含美日安寶 我剛才給你們兩個definition 你是屬於這TPP架構裡面的 West Coast 就是大平洋的西岸 這邊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包括美日安寶 這個也是告訴你現在的狀態 整個台灣海峽這個風雲密布 有幾個艦隊來台灣 暫時不講太多 但至少都有 美國兩個艦隊 第三艦隊 第七艦隊都在 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你們要投資公司 錢都落下 有可能 不賺錢就會撤出這個地方 不會 美國要把百分之四十五十到六十的軍力 放在亞洲 你覺得他會 無功而返嗎 當然不會 連香港人 我最近碰到一個香港的investor 他說 他一定打的 他說不用懷疑 我們現在只是看什麼時候是最低點而已 很多人在準備子彈 準備在逢低進場 我在跟你講 這就是很有趣的事情 來 趕快坐下 沒關係 今天的課 你們回去的時候再去看 你看看 他人很厲害 好歹這一局 這麼清楚的擺在那邊 你們應該會算 不是嗎 來 趕快坐下來 我講到一半 這是第三艦隊 你慢慢要去 來到民政 因為你們是訓練成為官員 所以 給你們的 content 內容物 都是要很solid 那以後會 英文的部分會增加很多 How do you deal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Low suit against 這就是 我剛才那個大標頭 後面的小標 就是指這些東西 那這第二島鏈 這第一島鏈 第一島鏈 在New Zealand 最近唯一比較有趣的就是 澳洲這個 採購潛艇 最後選擇法國這個是 比較值得大家去 覺得好玩 日本首相講說 We are really great 很遺憾 你做了這個 不好意思講 就是錯誤的決定 然後這個當然就是 之前在 這些事情沒有明朗化之前 我做了一個圖片給台灣民政 我的 大家同心看的 讓你們很一目了然 就是分為三個layers 你們要慢慢有概念 什麼叫layers 台灣民政的關係 都會用google google map 裡面都有layers layer就是一張幾圓幾圓 你開這圓 你還要一圓 你還要一圓 你們一定要上網 google earth 在看地圖的時候 你點一個layers的時候 它就把所有的道路 鐵路跑出來 再點一個layer的時候 把所有的旅館 飯店 景點 都跑出來 再點一個layer 當時的氣候 溫度 又跑出來 厲害吧 美國人老早就要用這個系統 那這個layer有沒有限制 沒有限制 可以幾千幾萬個layer 在電腦裡面 which is 非常合理的發展 以後就是這樣 在整個全球這個大系統裡面 這個layer代表某一個層次的 大數據也要經過分析 對不對 所有的big data 都是要經過layer 你才可以看得清楚 layer之間也可以重疊 那為什麼我要講這個layer 就是台灣人不曉得什麼叫台灣關係法 什麼叫做 所謂的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講的東西 那我先回到最下面這一層 也就是最亮的這一層 左邊這就是occupier 就是Chinese 可是它是agent serve as agent 就是代理人 但是這是根據什麼 principal 根據law of war 右邊這是根據什麼法律 然後這是執行單位 根據law of war 或international law 或者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你美國是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在這個底下 它會設立兩個單位 任何的軍隊去佔領一個地方 一定要成立軍政府和民政府 一定會有設政 所以美國進來有USMG 我們就是台灣Civil Government 全名叫做台灣澎湖列島美國民政府 這是我們的名字 我那時候講過 我們已經把我們ID秀出來了 你們不用再猜了 什麼叫台灣民政府 它的真正意義 就是美國軍政府 我們直屬美國國防部 所以我們會有珍包部隊 那個先關起來一下 然後它的agent 就是China 所以中國流行政府來到台灣 身為一個佔領軍 他也要遵循戰爭法 要成立軍政府跟民政府 他的軍政府就是警備總司令部 後來變成海巡署 他的民政府就是行政長官公署 後來改成叫省政府 您知道嗎 那我們是occupied people 就是Japanese the subjects subject就是成名 成 行 新名 不是神明 成名 subjects of Japan Emperor Japan Emperor就是日本皇的神明 所以我們一定每年天皇生日的時候 彈舊比的時候 我們會去給祂祝壽 然後我們為什麼會有去禁國神聖 就把我們過去歷代的我們的天皇 都會去擊敗 就是我們跟這個根是沒有斷掉的 從另外一個角度也是我們再次確認台灣人什麼人 你不會去拜別人做烈奏公啊 奏罵啊 我就這麼說 要拜對人啊 再來 那在這個架構底下 美國就玩了一個遊戲 為什麼 既然被占領的 根據法律上 被占領的百姓 視同為 United States National National National是國民 是公民 公民有right to vote 像波多黎各的話 叫做National 是美國的國民 但他不可以vote 他雖然可以representative 在U.S. Senate representative裡面可以發音 可是他沒有任何的 實際上法律上賦予的權利 因為他是被領地 但是沒有升格到州 也沒有通過 雖然最近他vote for that 然後他是根據什麼 不管你要做什麼事 一定要根據某種的根據 法律的法源依據是什麼 他們的法源依據就是 Taiwan Relation Acts People of Taiwan 或者稱為U.S. National 那所以 台灣關係法 TRA 它是什麼法律 是美國的國內法 Acts of Congress 變成從國會通過的一個法律 are designated as either public law relate to the general public or private laws relate to the specific institution or individuals 國會通過只有兩個 一個是 public law 一個是 individual law private law 就是根據這兩個 然後所以 台灣關係法 是屬於美國國會通過 屬於它國內的法律 就是它的國名 它才可以管 國會才管它裡面 它不會去管它另外一個國家 所以不是國際事務 是國內事務 台灣關係法 是國內事務 你知道嗎 AIT屬於國內裡面的一個 私人機構 甚至於連一個 official 的名字都沒有 你知道嗎 可是AIT可以管你的頭 AIT直接對中華民國下命令的 你不要弄錯了 而且最近 我再有一個觀察 你看梅建華是不是開始對我們 你以前什麼時候看過 梅建華在對台灣人講話 不 那個AIT的處長 直接跟一般的 比如說政大局演講 以前沒有對不對 是不是 你有沒有聽過 AIT的處長 跑去哪個大學演講 越來越少 沒有過 現在突然變得很friendly 表示什麼 我幾乎沒有把你們看在眼裡 沒有把中華民國的系統 看在眼裡 來直接 對台灣被佔領地的百姓講話 那時候他不是 他說National U.S. Nationals 最近不是有一個反恐 在那個選舉之前 警察單位宣布把 國家等級的反恐的編制降級 沒有國家 國家取消掉對不對 我跟你講那只是其中一個 之後 所有牽扯到所謂的國家級的 都要拿走 你看著好了 就是最近會一連串 所有牽扯到 你要用國家級這幾個字 全部去掉 我先講 會這樣發生 然後再來 ROC 最上面就是所謂ROC的東西 這就是我講的 這一級要去掉 就是國家級 他宣稱過去都喜歡講國家級 國家級 現在沒有一套了 沒有國家級 最近不是 中華民國的軍人 憲兵跑去民宅裡面 叫人家把文件拿出來對不對 檢察官 是不是有檢察官來偵辦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不是軍法官陪同 因為中華民國軍法已經取消了啦 沒有軍法就是沒有軍人的意思 知道嗎 再講一次 沒有軍法就是沒有法定定義下的軍人 軍人一定是軍法官 美國的軍人也有美國的軍法官 因為軍人做的事情 他的定義 所謂的對錯跟一般百姓不一樣 軍人可以殺人 他只要殺敵人 OK啊 有沒有犯法 沒有犯法 可是你是百姓 你殺死人都是犯法 對不對 沒錯嘛 自衛那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 現在是有檢察官起訴軍人 很好笑 最後說他無罪 他說那中間沒有恐嚇狀態 那我跟你講罪大了 為什麼不去問一件事情 軍人憑什麼對百姓下命令 你既然是軍人 你既然是軍人 怎麼可以直接對 軍人直接到他家裡面 要求他做什麼事情 我不管你講什麼 你去接觸百姓就是不對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們不知道嗎 整個從法律上來講 軍人你只能對敵人嘛 你怎麼對自己國家的百姓 你在做什麼 這個本身就違法啊 所以只能講一件事情 根本沒有軍人 反正一件事情 如果沒有軍人 他們請軍服來做什麼 那個不是軍服 那叫戲服 騙你的戲服啦 我就跟你講他是詐騙集團嘛 既然沒有軍人 為什麼穿軍服在那邊招搖撞騙 還用這個軍人的權力 他就延續過去以為是的事情 繼續在執行嘛 你知道嗎 好 不管了 這就是 當然需要這樣一層一層 把那個洋蔥的皮撥開來 台灣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要不然還在困難 還以為有一個國家 還以為有一個軍隊 還以為有一個國王 我跟你講 不是主權國家 不能有軍事單位 Department of Defense 你憑什麼啊 只有主權國家才可以有國防部 只有主權國家才可以對人民徵兵 你中華民國根本不是主權徵兵 你是流亡政府 憑什麼對日本人徵兵 更扯的是大概對美國籍的人徵兵 那是更扯的 美國人不需要處理這些事情 好啦 This warfare operation is multi-layer and each one has its own agenda 所以我有些 terminology 給大家講 大家會更清楚 一個叫ruler 一個叫authority 一個叫power 一個叫forces 不同喔 這都不同東西 今天不講得很難 ruler是什麼東西 就是統治者 比如說我是英國的統治者 我是英國女皇 所有英國的領土都是我在統治 對不對 ruler ruler of England United States 但是它都是有土地為範圍 叫做統治者 我統治所有美國 我是統治者 我統治英國 但我不會統治到另外一個統治者 它是territorial territorial就是 跟區域、區塊、土地有關的 接下去 它會交代給authority 比如說我交給總理 我交給首相 I give you authority ruler可以把權力交給管理者 就我剛剛講的Agent 交給你 比如說日本的天皇 交權力給將軍 由將軍去管日本 對不對 將軍在管給不同的藩族 對不對 漢 藩族 不同的藩 長洲藩 薩摩 每個藩就管那塊領地 領地就有錢 budget可以使用幾蛋米 然後我再分爵位 這就是整個系統 全世界哪裡都是 英國也是 duke 這是authority 但是authority 不光是有實質上power的人 authority還欠子 另外就是 比如說Mother Teresa有沒有power 有沒有這個authority 有耶 教宗有沒有authority 有耶 教宗沒有任何領土 可是他管全世界的天主教徒 那是authority 權威 他所統治的是value跟價值有關的 再來是power 比如說military power 我們會用到power這個字的時候 只有軍事武力 我們用的power military power special forces 然後power牵扯到一種叫做control 軍事控制這個地方 power control 接下去用forces forces就是 欸 什麼時候用的forces 只有警察才用forces 警察不會用military 不是 不會用police power 就講police forces OK 警察的forces police forces 然後他牵扯到的是execution 在實際上執行上面 警察實際上執行 那反政法 這個都是在幫台灣人了解很多事情 我現在八點半 我時間再調一下 What is the result of US tolerance to the ROC in exile claiming Taiwan 為什麼美國一直在忍受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他一直在宣稱台灣是他的 美國為什麼要忍受這件事情 這忍受到的地方 absurdity就是荒唐 in all practices 我現在就指出 美國你這樣忍受中華民國是很荒誕的事情 荒誕到一個地步 中華民國都敢對 你美國人真兵耶 美國 state department don't you know that you you are American born citizen 美國出生的人 是 接受中華民國的真兵去當兵耶 in the past 70 years 有多少美國籍的人在當中華民國兵 美國人要當兵也要當美國兵啊 怎麼去當中華民國兵 你們這個statement 玩這個political ambiguity 混淆要玩到什麼程度啊 玩到傷害到美國人自己 小孩子的利益嗎 那這個難道不能senate 跟這些人應該出來處理一下這件事嗎 當然啦 那是你美國人的 你怎麼去中華民國當兵 不是我 我們是背財人的百姓 可是我們在旁邊看起來 也覺得很奇怪 會有這麼absurdity的美國state department 才會有這麼absurdity的台灣人 你們都氣笑啊 你們這些人都笑啊 所以我們不得不把它拿到法院上 來澄清很多 你們容許的瘋狂的事情 所以我們才告到美國法院啊 美國一開始state department 美國美國國務院居然還在 deny這件事情 還在抖公、抖校呢 當法院在問說 究竟那合約是不是還有效的時候 美國那個律師居然講什麼 我們有台灣關係法啊 去涵蓋這個啊 那法官就說No 就這樣合約至今仍然有效 這是Treaty耶 不光是有效耶 所有美國國會或政府跟國外簽的 美國總統跟國外簽的這些Treaty 都等同於美國憲法耶 在美國憲法規定的啦 簽訂合約啊 條約啊 是等同 違接是一樣的 你遵不遵守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我們就擺在那邊 就指出來這個問題 因為它已經邏輯 我跟你講任何邏輯錯誤的事情 你就按照它的邏輯一直推下去 產生矛盾的時候 就是它要倒的時候 這就回到我們剛才講這個就是這個 反正法 Proof by Contradiction 透過矛盾的現象來指出 你是錯的還是對的 比如說P是 RC不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非P就是RC是個主權獨立國家 所以我就幫你當作四個主權獨立國家 來問你所做的事情嘛 對不對 比如說 當中華民國想要像真的以為自己是主權獨立國家的時候 企圖行使主權的時候會產生矛盾的結果 比如說中華民國總統候選人到美國面試 總統他選到美國喝店才能就職 雙項員升級被美國國務院三番打槍 中華民國護照被聯合國拒絕 聯合國常任聯合國中國人 他們現在繼續做 你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台灣正在土地上上空防空識別區 不是中華民國國安部給管 中華民國不得加入任何以國家為會員條件的國際組織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通過的國內法 美國國務卿也包括說 台灣或中華民國都不擁有主權 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就是反正法 那什麼叫今日之佔領 在不侵犯戰敗的對方實質主權的情況之下 暫時有效的控制對方領土 這有一個前提 在不侵犯戰敗的對方實質主權 我們的實質主權已經被侵犯了 很嚴重的侵犯 什麼實質主權 我剛才講國籍被剝奪 身份證被改 對不對 語言被改 對不對 受教權被改 這都是整個行政系統被換掉 不可以耶 美國佔領的日本 在日本設立的 並沒有改變原來大日本帝國的系統 給他憲法 但是還是維持原來的架構 把天皇懸置 可是原來天皇為主的這個主權 所以我們初期班上兩個 佔領不移轉主權 就是這個意思 OK 佔領不能移轉主權 那是拿破崙之後 Post-Napoleon的 era 整個時代到今天為止都在遵行 這幾個基本的國際法戰爭法的原則 Military occupation is effective provisional 就是暫時性的 control of a certain ruling power over a territory which is not under the formal sovereignty of that entity without the violation of actual sovereignty 沒有在侵犯 實際上的主權上 Military occupation is distinguished 跟這個annexation 併吞是不一樣的意思 佔領跟併吞不一樣 俄羅斯現在是併吞 Cremia Cremia 是這個字 所以你知道 看國外的新聞 才會講 annexation annex by its intended temporary nature 它是暫時性 temporary多久 我剛才講 沒有時間 no claim 沒有宣稱 for permanent sovereignty by its military nature and by citizenship rights of the controlling power not being conferred upon the subjugated population 被征服的population 不要講太多了 哪裡是台裔 那時候新聞媒體講 最近不是有一個 他去背叛美國嗎 出賣情報嗎 他說他是台裔 誰跟你講他台裔 他不是台灣人 他是中國人的後台 為什麼台裔 但是他在新聞裡面就講 這有台灣人 所以那台灣人的名 都被弄壞掉了 不是啦 不是出生在台灣就是台灣人 你出生在日本 你就變日本人 美國才是屬地主義 日本不是 我們的主權 我們原來大日本帝國 不是屬地主義 不是你在這邊出生就變台灣人 那是中國人要來 用這個 他自然就變成台灣人 不是的 我們是屬人主義 就是你父母親 是才是啊 你別不論是日本人 你才是日本人 你現在日本也是這樣在定義的 你告訴我這樣 你不會改台灣這種主權 這是台灣人的定義 台灣人 大日本帝國的定義 就是你在那邊 戶籍藤本裡面 有你的名字 所以我的名字叫大山格林 大山 那是一本時代可以改 我們這裡 以前 漢人給我們改的 是以四姓 可是你有一個table可以轉換 你要嘛叫福山 要嘛叫大山 我另外阿公那邊 外公那邊叫石川 石川 以前有一個石川親一郎 早期的前輩 從日本來的 很多前輩畫家都跟他學畫的 這個背叛的人 就是你美國國務院 長久以來 所保護的 流亡中華民國人的後裔 他認同的是中華民國 我告訴你中國人 走到中國 你以前 美國以為 他跟中國是盟友 日本是你的敵人 結果你演變這麼多年 最後你才發現 中國才是你真正的敵人 是最近美國才知道說 要跟日本結盟 他現在才知道說 中國原來是 打從底不能改的 你認同中國人 美國人你要搞清楚 可以問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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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再來又是這個問題 我這不斷的 你們上這課我就跟你講 人要分類 你們要當頭的時候 你要把對台灣人分類 因為你們在講法理的時候 很多人聽了 就悠悠醜醜的離開了 原因是 那不曉得你在講什麼 我那時候講過 有頭的人是怎麼樣 有是非對錯觀念的 很在乎 你們會來這邊上課 基本上你們就是有 所謂的絕對的對 對就是對錯就是錯 很清楚的人 再來這胸口 才上得下去 因為我是講法理 可是對沒有頭的人來講 所有的對錯都是相對的 他會講 It all depends 端看當時的環境來決定對錯 所以 在最上面的人講的 比如說藝術品 他們看不懂 但是你剛才講這幅畫質 幾千萬的時候 畫質這張人沒頭就知道 因為他們的語言叫做金錢 他對所有東西都要換成金錢 才有價值 對有頭的人 是非對錯才是主要原因 我那時候不講說 傳教士來到台灣 在垃圾鳥眼園 再把人家煩惱 換整四人 台灣人覺得很感興奮 捐錢給他 寫的張支票 十幾萬二十萬捐給他 結果當時 這個傳教士又把錢捐出去 因為對他來講沒有意義 他寧可把錢放在有意義的身上 你覺得莫名其妙 因為台灣人都是沒頭的人 他能夠表達他的那個 可是這個錢在你 你這邊講是一個 currency 是一個貨幣 可是對上面那群人 不是貨幣 因為這些有頭的人 這一生以遵行他的主子 給他的命令 為他活著的目的 他的主子是誰 上帝啊 上帝不准他來台灣 他也不敢來台灣傳教 上帝叫他去非洲 他就變死懷者 上帝叫他去印度 他就變得雷莎修女 It all depends 完全端看他的主子 對他下手命令 但是你最好跟對 跟錯的話 像愛斯就跟他的 對不對 回教那個主子 叫他太郎 他就是太郎 對不對 但是他是有效忠動向 那對這些人來講 真、善、美 沒有真理當做基礎的善跟美 都是假的 聽得懂嗎 沒有真理當基礎的善跟美 都是假的 但是這堆人的話 不管真理的 他覺得做善事就夠了 只要漂亮的東西都是好的 可是他不問他 到底誰還錯 所以這些人就會跟著一些宗教團體 以錯誤做基礎的宗教團體 表面上做對的 所以這群人的宗教是這樣的 那他們看宗教 不是看對錯 是看來的人多不多 喔 這很浪漫 人很多 可是他講的道理 可能是完全錯的 可是他不管 因為他是看人 人數 看人多不多 信眾多不多 有興無 但是上面的人 一進來就看 他講的到底是不是真理 你錯他 頭也不回就走掉 這是上面的人 所以他有絕對判斷事情的標準 我們要的是這種人 為什麼 因為只有在法理的層次 我們需要這種人 對法律不在乎的人 沒有話好講 但對於事實 真理這件事情 很在乎的人 我們歡迎來到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以後就是用法理來給台灣人 台灣人只有在真理裡面 才可以被淘寶 整人解脫過去的虐障 70年來裡面的謊言 你沒有真理 你根本沒有辦法 去對付這些人的欺騙 這些人 他們是在騙台灣人 他們是很厲害的 在這邊騙台灣人 但是你沒有 你直到真理一出來 他就會shed away 他就會離開 你如果沒有這個基礎 你沒有材料可以對抗 所以為什麼來這邊 就是訓練法理 不斷的講法理 不斷重複的訓練 就要訓練這件事情 最下面那個人 那就是動物 動物只要你給牠食物 牠就聽你的 對不對 我講過 像動物一樣的人 每天就是七情六欲 所以所有的食物 消費文化裡面 都是訴求人的 動物的instinct 本性 對不對 牠一段的歌曲唱完之後 你馬上去買那個產品 牠就知道視覺上 所以你看 這個占社會的百分之 40到60 這也是40到60 上面這群佔分不到0.01% 這社會沒有這麼多人 大部分人會把這個人 那我們台灣民政委出來的任務是什麼 我們責任是什麼 我們要想辦法設計一個遊戲規則 下面的人玩得很高興 你知道嗎 什麼叫為百姓謀福利 就是這個人他不知道 你也不要強求他知道 但是你要為他們的福利著想 所以你是定義遊戲規則的人 我定義一個好的 讓你們可以玩得很高興 下面的人是不知道 頭腦想到這個層次的問題 但是來這邊當民政官員 執行命令把它做好 就這樣子 然後講到這個 我們既然是高級班 就有很多的概念要澄清 其中一個叫Democracy 什麼叫Democracy 最近 昨天還前天也提到這個字 很有趣喔 Meritocracy 學點英文字 學點英文字好不好 我們學點英文 這是Democracy 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就是權力在人的手上叫民主 第二個就是Aristocracy Power in the hands of privileged class 就是比較貴族的 Aristocracy Theocracy Theo就是神學 Atheocracy Aautocracy Means independent self-driven power 自己管理自己 這是Monocracy Ruled by one individual 我們是Monocracy 是 我們只有天皇一個 統治我們只有天皇 這樣知道嗎 講到民主 那時候國務院的 State Department很喜歡講 台灣的民主是值得 民進兩院 台灣我們要堅持 我們唯一能夠勝過中國 就是民主 胡說八道 台灣有民主嗎 台灣有沒有民主 為什麼沒有 台灣不是有選舉嗎 台灣不是每次 縣市議員選舉選得很高 現在選總統 為什麼沒有民主 當然沒有民主啊 占領者跟被占領者 怎麼會混在一起選舉啊 是不是 這兩個利益是互相敵對衝突的 選什麼舉 什麼叫選舉 什麼叫民主 就是這個國家同一種人啊 對 要同一種人 你的選舉才有意義 因為大家都是為這塊土地的利益 來著想 你的interest方向是一樣的 你才可以去選舉嘛 一個是佔領者 他的interest要吃你 一個是要被吃 那這個怎麼產生民主 你告訴我State Department 你的definition是笑死人的 這個土地上兩種人 occupier跟occupied people how come they can elect their president peculiar 他們在玩什麼啊 meritocracy rule by define 最近在討論嘛 那個現在這個有點難不講 民主 我問你 民主不是一個 來 聽一句 聽一句 民主是一個授權機制 民主不是一個管理機制 聽得懂嗎 民主是一個授權 把power 把你的權力交出去的一個機制 民主不是一個管理的機制 對不對 這個不能混在一起 民主如果是一個管理的機制的話 管理 就大家來做決定做什麼事情 民主如果是這麼好的機制 為什麼公司行號不用 明天我們要不要放假 大家投票決定 下個月我們要生產什麼東西 大家投票決定 總經理由誰當 大家投票決定 公司馬上倒對不對 你這一場 這個球隊要出去打球 教練誰 大家投票決定 球員決定 誰打前鋒 誰打後鋒 大家投票決定 紋死的 對不對 那我問你一件事情 如果公司行號 如果球隊都不敢這樣玩的時候 為什麼比公司行號 複雜幾千幾萬倍的社會 要用這種系統來做統治機制呢 來做治理機制呢 當然這更是複雜的事情 所以民主機制是什麼 授權機制 我把權力透過選舉方式交出去 給一個團隊 由他來做統治的工作 來做治理工作 你最好 你最好 或者我讓你們去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選出最優秀來管理 這才對嘛 這就是民主制度的爭議嘛 可是如果有一個市長 複雜到這種地步 就是我們最近選出來的 那個自稱智商 137還是多少的市長 複雜到這個地步 他很多的決策 公開在網路上 你們上去投票 決定我們要怎麼做 笨 我們每個人都要忙著上班 我有那個時間 跟你一樣去研究市政要怎麼做 那是你的事情 我給你算算的 交給你全權負責 你做不好我把你換掉 什麼什麼的還問我意見 對不對 我公司要給總經理去管 你又回家問說 這邊怎麼做 那這樣換人嘛 你沒資料嘛 所以那個叫假民主 那個頭腦都弄壞掉 怎麼號稱叫做好的市長 不是很好笑嗎 是不是 全民來監督 stupid 全民怎麼監督 這麼複雜 來 我們再講一個簡單的事情 你們在當民政府的官員 四千人 管兩千四百萬人 你們突然間下面要管六十萬人 我現在給你看這圖是三十萬人 這個的兩倍 憑什麼管啊 你們連幾百個人 都沒有管過你要管四 六十萬人 這裡面 這頂人說 I want to be the boss I want to be the boss Hey it's my turn to be the boss 每一個人都要當老大 什麼叫民主 什麼叫民主你知道嗎 就是什麼叫做 人民做主人的意思對不對 什麼叫主人 你是老大嘛對不對 你講話算話嘛 你家人最大 你說 那我問你們有沒有講 我之前常問過 問那個民政務官員 我說 當你當了民政務官員以後 你覺得誰最大 認為人民最大的 誰搶手 有沒有 不會嘛對不對 人民如果最大的意思就是說 他如果要公小 那個教育藝術走 那叫最大 你們家誰最大 阿公阿嬤最大 不會是你們家的小弟小妹 明天我們吃飯 全部吃冰淇淋 你要不要照他一直做 不可能嘛對不對 什麼叫最大的意思 就是他說了話算話嘛 所以人民怎麼會是最大呢 那是選舉語言嘛 自己騙票要用的嘛 等到你票到他手上 誰最大 議員最大 接下去四年我說了算啊 我決定聽誰的聲音 就是誰的聲音啊 對不對 在他的眼中裡面就是 現金最大的最大 因為我還有下一任啊 我怎麼 而且這局不同的利益都互相衝突耶 人民之間互相衝突 你要聽誰的 所以那是假議題嘛 講民主其實是假的事情嘛 授權機制啦 沒有太多了 所以民主絕對是一個 劣幣驅逐良幣的制度對不對 是啊 因為多數人的意見 通常不是最好的意見 來很簡單 我問一個簡單的事情 事情不是我們公人想的那麼簡單 比如說你們現在當民政務官員 你要當什麼 接下去就是什麼 比如說你們有的人會當議員對不對 你要投票 我問一件事情 實力喔 我們實力操作 今天議會來了一個新的法案 他說奶粉要漲價 人民的 奶粉漲價為例 奶粉漲價為例 古林粉 現在外面的古林粉 起給25% 你是議員 你要不要提案反對 25%喔 突然一天 古林粉漲25% 你是議員 你是投 要不要反對 把這個法案刪掉 要不要 要的請舉手 不要的請舉手 要的都完蛋 要的都完蛋 我問你一件事情 為什麼牛奶不可以漲價25% 你透過議會去管人家市場 市場有自由市場機制 他今天漲25%有理由的話 你憑什麼去限制他不能漲25% 如果今天國外進口的 國際牛奶價格漲了60% 他拿了30%有什麼不對的 所以事情不是 我們想太簡單 是不是 你當議員 你的思考就不是一般百姓 所以你換的位置 一定要換腦袋 你不是百姓喔 你看一般人民的考慮是什麼 節約審券 25% 30% 我本來一根牛奶好300塊 300塊 我多一百塊 每個月吃個三罐四罐 五百塊一年下來 六千塊 不會缺的對不對 人民很痛苦對不對 議員要做點事對不對 錯了 你議員為什麼憑什麼去影響 自由市場價格 大不了你不要喝 那你就不是自由市場 你透過議員力量要去影響市場價格 是不是 市場是它有運作機制 不是你議員用命令可以把它改變的 更何況 你只是在想說個人的節約工作方便 個人方便 可是你是議員 你要立法者 你要考慮什麼 第一個 醫學有沒有證實 比如說 牛奶不能取代母奶 因為小孩子的抗體 都是透過媽媽的母奶得到的 你知道嗎 你如果奶粉價格太低 它會有替代性 大家比較不願用母奶去餵小孩子 那小孩子因為沒有母奶 你知道我跟妳講 母奶的好處不知道對不對 小孩子喝母奶的抵抗力比較強 小孩子從小喝奶粉掌 然後不喝母奶的 因為妳的抗體不會自己產生 妳一定要被感染之後才會產生抗體 對不對 那妳就一天到晚生病 可是媽媽如果母奶得到是不用 對不對 因為媽媽生過病 所以媽媽身上有抗體 妳直接喝母奶就直接變成妳的 妳就不用生病 你知道嗎 但是妳如果從小到大 都是要每一次都要生一場病 妳有多少 會耍嗎 小孩子一天讓我生病 就是上醫院 那醫院的話是不是要掛號 又要醫療費 是不是健保要負擔 那錢要花多少 妳奶粉一罐省了幾百塊 結果全民要負擔 而且她主持人跟大人都在破片 比較容易過敏嘛 對不對 體質比較弱嘛 又要打針嘛 妳這些cost 這些有沒有算 妳有沒有在計算 所以事情不是我們想的那麼簡單 那麼直覺嘛 妳要當立法者不是這樣的嘛 兒童的免疫嘛 對不對 健保的給付嘛 這都要考慮的耶 國民整體的健康耶 妳一代的人 當媽媽都去上班 然後都餵古靈粉 我告訴妳喔 牛奶是餵牛的小孩子啦 牛身上的抗體 不會轉換成人的抗體 知道嗎 那人回去吃給肉而已 你那種感覺很飽 可是沒有實質上的營養 而且牛的營養 人不一定能夠吸收啦 你知道嗎 那是替代品 不能是主要產品 主要產品還是母奶 我們要鼓勵母奶 對不對 世界的趨勢 人家歐洲國家都是這樣子 對外國的移存 牛乳市場 還有心理層次啊 你以後透過餵母奶 小孩子在口喻集的時候都滿足耶 跟媽媽互動耶 不是只有一個塑膠奶瓶在那邊吸吸吸耶 那完全不一樣耶 事情不是我們講人的 太簡單 對不對 現在經過我分析了 你要做一個決策有這麼簡單嗎 沒有吧 是不是 這樣知道齁 來 最後一點時間 大概給 所以 台灣民政務的官員 你一定要當官員 要很多基本的常識跟知識 其中一個就是什麼叫資本主義 你知道我們當了台灣民政務之後 兩件事情 以台灣民政務的身份 不能去進行的事情是什麼 一個叫什麼 不能喊台獨 對不對 不能走台獨這條路 對不對 第二的是什麼 不能走共產主義 什麼叫共產主義 不知道 先有共產主義 才有資本主義 還是先有資本主義 才有共產主義 不知道 沒關係 我先簡單的介紹什麼叫資本主義 好嗎 簡單幾分鐘 這是一個倒三角 因為如果講經濟學 大家要睡覺 我先講 這下面叫做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我把它遮掉了 抱歉 R&D 上面叫Technology 科技 這上面叫Marketing 市場 你家有沒有煮水 你家有沒有煮水 有啊 有沒有 有啊 煮水 滾後會添煙 會冒煙 對不對 是不是 你有沒有follow 你家煮水會冒煙 這個已經幾千年來都一樣 可是對有一些科學家就不一樣 他們發覺蒸氣可以推動機器 內燃機就這樣產生 這就是R&D的結果 做研究 有一些科學家研究說 蒸氣器欠煙可以推動內燃機 然後就可以推動機器 可以有火車 所以以前做一雙鞋 一個人一天頂多做一雙 有了機器以後大量生產 一天做幾千雙 這些產品拿出去 這就產生Technology 就是科技 先有R&D 從大自然的研究裡面產生科技 科技之後製造生產 拿到市場上去賣 賣了之後再賺了錢 再回到R&D 再撥個4%5%回到R&D 再繼續發展新的科技 再製造新的產品 再供給市場需要 這就是一個循環 這本主義就是這個循環的運作 因為這個循環 一開始先有Insight 然後給你Power 然後再來Reward 建立一個Money System 所以這個經濟的運作在進行 每年根據經濟下的預測 3%的通膨是OK的 就表示世界經濟在進行 低於這個大家會停滯不動 經濟就發生困難 太快也不行 太慢也不行 要一個固定的速率在運動 就是經濟學院的概念 它不是你說劃起來就劃起來 劃下去 然後在這裡面 因為經濟資本主義的發展 很多事情解決 第一個 Ignorance was overcome 人類的無知開始沒有了 現在誰沒有手機啊 每個人都有手機對不對 你手機是不是要打字 你會打字表示你不是文盲 對不對 阿公阿嬤現在都會效 沒有效的輸入法 現在都會了 是不是 為了要跟孫娜公威 或怎麼樣 你就會使用文字嘛 所以文盲就解除了嘛 因為手機產生 訊息、資訊、文字很快的 spread out 再來 Decise was cured 過去 歐洲一個黑死病 死幾十萬人 歐洲人口三分之一沒有了 現在只要有一點病出來 什麼病毒一出來 馬上新聞報啊 馬上實驗室就出現一個新的藥品出來 最近不是 我忘了是什麼病毒 日本人的實驗室 居然有一個教授發明出來 你覺得是隔夜發明出來的嗎 當然不是 他說他研究了二十年 他二十年來工作二十年來 他不曉得為了什麼 直到這個病毒出現的時候 他說 我這一生原來是為了這個 很感人喔 可是問題是 你知道這個實驗室 養了二十年要花多少錢嗎 一個實驗室光setup就好幾億啊 裡面有實驗室器材人員 裡面要請博士耶 泡除每個月薪水七八萬跑不掉耶 每天在做那沒有結果的實驗 那誰會撥這個錢 當然政府要撥這個錢啊 每年在做研究啊 以防萬一啊 以防二十年以後會發生那個病毒 現在就要走了 你哪個等到發生病毒 再去研究白虎了啦 是不是 那這段時間就是有資本主義這種 產生大量的錢 一直累積做R&D 才會有這個未來性嘛 大家知道齁 那些貧窮的貧窮 那些貧窮的貧窮 貧窮這件事情慢慢解除 現在窮人都少了啊 大部分的窮國是因為人謀不張嘛 對不對 大部分就是分配不均產生的Poverty 再來 Human rights awareness World was raining 現在連戰爭的形勢都改變 過去打一場一戰二戰 西洋越細越多 現在改變了耶 美國那些無人飛機 你們上網看 他那個殺人喔 上那個IS喔 那穿黑衣 男生 男生騎著會 他們又喜歡站在婦女跟小孩子旁邊 以為美國就不會這樣打 美國照打 而且只打你不打旁邊的小孩子 現在無人飛機可以精準到這個地步啊 他選擇性喔 你把武器藏在口袋裡面 他也可以看得到喔 而且只打你這個人 現在 最多的斬首行動啊 越來越精準了 戰爭不是大量性的毀滅性武器了 而是選擇性的 把製造問題那個特定的 所以那時候 伊拉克本來有一個核子計畫 本來造成一時的危機 國際上很嚴重的危機 可是這個計畫 不到幾個禮拜就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那個計畫主持人 在上班途中 坐在司機在開車 砰 嚇死了 結束了 整個危機就解除了 有沒有 美國真的很 很喜歡展現它的武力 上次呢 賓拉登那個去攻擊的有沒有 是不是去把賓拉登給殺掉 你知道美國總統跟那些 希拉蕊是坐在辦公室裡面 好像看一個石禁秀一樣 就是展現一個大國的武力 居然在電視上看 他們的兵把對方的收斂給拗子 這就是美國在展示它的武力 如果要戰爭的話 我跟你講速度會很快 可能在幾秒鐘之內 所有的GPS系統全部shut down 砰 真正戰爭開始不是在地面上 是在外太空 所有的衛星大概砰一下 被打掉了 我管你哪個國家有什麼衛星導航系統 美國會全部把你shut down 接下去你要打什麼 你飛彈往哪裡飛 是不是 而且美國現在基本的配備有兩個 一個是雷射炮 一個是電磁炮 那時候我在一年多 兩年前講這個東西 大家還覺得 那我柯林 現在已經變標準裝備了 雷射 那時候中國人還嗆 雷射喔 雲比較厚一點 就沒辦法雷射炮 人家有電磁炮 電磁炮就是把一個Mass 在短的時間加速到十幾倍音速 打出去 你飛彈頂多是五倍六倍七倍音速 他要比你更快速度把你飛彈給攔截掉 現在還有什麼上帝之障有沒有 重力加速度加上質量 再加上速度打下來 那不得了 那不要講那麼多 我現在講的就是這個 資本主義的運作需要一些條件 什麼條件 有錢人要買不完的好東西 聽得懂嗎 窮人 你要覺得我只要一點努力 就可以往社會上往上爬 窮人如果 有錢人如果不想買好東西 這個社會不會 就完蛋了 所以永遠要有奢侈品 高級品 不斷的供應這有錢人享受 你這支照才有上面出去的 窮人的話 我只要 要讓他們有個希望說 我只要努力 我生活可以改善 但是你這個沒有做好 這個社會就完蛋了 比如說 日本現在有一新的Term 叫做下流社會 有沒有聽過 下流社會 日本人定義出來 那不是真的那個下流社會 下流社會的意思就是說 年輕人 現在住家裡 不要每個月的房租 出去打個工 一個月 萬個台幣都高 日幣三萬多塊錢 那吃飯在7-11都解決了 那跟朋友就卡拉OK 噴噴沒有多少 上網一天到晚就會上網 住在家裡面 那這些人就是永遠都這樣子 因為他要新的衣服也很快 UNICRO打折很便宜 所以他要符合他基本人的需要 很容易啊 他不需要太努力啊 可是他如果要往公司往上打的時候 他要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為什麼 我變主管了 我變得每天要準時上班下班 我不能隨便請假 我責任變多 可是我薪水增加不夠多 所以那個日本人 怎麼整齊啦 那麼辛苦幹嘛 Stay law 所以日本有很多年輕人 就變成下流社會 不太願意努力了 也就是說你的政府的設計裡面 沒有鼓勵這群人往上爬 OK 如果在這份資本主義裡面 有錢人是一種 什麼叫共產主義 就是讓有錢人吃得飽沒問題 不是 讓窮人吃飽沒問題 不需要努力都有獲得飽足 上面的人呢 覺得你是醉 有錢是一個醉 那就是共產主義 有錢人是醉的話那還得了 是不是 那沒有motivation 整個不會咬 所以經濟整個資本主義 就要鼓勵你消費 不斷的消費 更新的消費 一直帶動了你去成長 所以這觀念要改變 你當政府官員 我們奉行節約 大家不必要的開銷全部CUT 錯啦 那樣會讓你的經濟加速滅亡 對不對 以前我們有個院長號稱是宜蘭現場 來當行政院長 第一天說 所有的花都不准給我送 沒有錯啊 花傷呢 以後規定所有的部會都不能送花 沒有 那個是錯的沒有錯 但是你知道那個動作本身 會產生一連串的很多事情 所以事情不是我們想太簡單 沒有錯 不會不用送花那是一回事 但是你知道這也是一個 食物鏈裡面的一部分 你把它拔掉 會有其他的問題產生 那基本上就是簡單的講這個 那你只要讓有錢人覺得有買不完好東西 窮人覺得稍微努力就可以往上爬 這是基本概念 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九點多 那這是第一堂課高級班 剛剛給你們稍微藏到一點點 以後你們在那邊上課會有的內容 只會更多不會更少 Be prepared 然後開始能夠學英文就多學一點 OK 我今天課上到這邊 下課